神经三分钟 这是牛津第25集 再谈牛津的神学院 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这个建筑物 就是牛津神学院的原址 那它这个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课室 这是它的进入的门 上面就是原来的牛津大学的图书馆 那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跟神学院 那正门你会看到有一个五种不同的柱子 其实这是罗马跟希腊式的柱子 三种希腊的柱子 Doric, Ironic, Corinthians 跟两种罗马式的柱子 Toscan跟Compositor 都会在这边看到 你会看到有个英王坐在那边 手里拿着两种不同的书 一种解读就是说 他一手拿的是圣经 还有一手拿的是其他有关其他学问的书籍 那无论如何 这就代表了两种学问 一种是属灵的学问神学 另外也是属世的学问是科学 而这个门廊上的拉丁文的字 又代表了不同的学科 其中我有一个特别需要讲到的 它在这个门廊上用拉丁文写的是 自然哲学 Natural Philosophy 其实指的就是科学 因为科学 Science这个词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 之前在拉丁文跟英文当中 都没有科学Science这些说法 Science就是Moral Philosophy的意思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 基督耶稣的跟随者 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一起看到的这里的情况 是一种整个西方基督教衰败 跟神学教育的没落 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我自己是从中得到了一些的反省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就不能够再 也没有可能回到中世纪的那种 基督教王国的时代了 即便在中国有教会的复兴 也不可能再出现国家教会 我们也不应该期待 基督教成为国教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因为并不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本质 第二 我们仔细一下你就会发现 原来基督早就说过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如此看来的话 历史上从四世纪所开始的基督教王国 它本身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想法 最后我们也不能够忘记 耶稣在约翰福音中 对比拉多所说的话 比拉多对他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什么呢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为此来到这个世界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防处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约翰福音18章37节 虽然耶稣不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王 但是他的确把天国的真理带到了人间 无论是我们 或者在西方多元信仰中的基督徒们 基督那言跟光的见证 在任何地方都是有真正价值的 你们是世上的光 陈赵的身上是不能够隐藏的 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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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